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23号星期四 亚太时间是2月24号星期五 今天呢咱们有两个话题内容都很重要 一个是令人文声色变的动态清零 可能要卷土重来了 中共的内部已经下发了文件 而且多个地方都有停课封校 医院爆满的情况 有的地方又开始封路了 另一个呢是俄乌战争满一年了 美国正在考虑要不要解密 中共准备援助俄罗斯致命性武器的情报 这场战争已经让普京骑虎难下了 也使克里姆林宫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普京有可能会遭遇不测 另外呢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 中共援助俄罗斯的大型武器 已经被曝光了 明天就是俄罗斯入侵 沃克兰一周年纪念日 这场侵略战争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已经成了很多人新的关注点 为此呢联合国开始就这场战事 投票进行了表决 今天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会议 就俄罗斯撤出乌克兰进行投票表决 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 结果毫无悬念 以压倒性的票数 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得票的结果是141票支持 7票反对32票弃权 当然中共毫无疑问还是投了7全票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告诉华尔街之报 俄罗斯现在是一个被抛弃的国家 如果他们想在这个世界上前进 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联合国大会上的强势投票结果 将毫不含糊的向他们发出这一讯息 这场已经持续了一年的战争 使每一个乌克兰人的生活都发生了 或大或小的变化 家庭支离破碎 家园被摧毁 梦想被击碎了 一些平民被迫拿起了武器 也有不少人作为志愿者提供援助 普京没想到 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 乌克兰竟然如此顽强 让俄罗斯的军队吃了大亏 如果接着打下去的话 仅凭俄罗斯本身的实力来说 估计支撑不了多久了 因此普京是高调邀请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这个目的当然是很明显的了 就是他希望尽快得到中共的援助 包括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中共会不会援助俄罗斯 援助一些什么 我们稍后单独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谈 假如中共要援助俄罗斯 还要看普京能不能等到这个时候 因为在俄罗斯内部普京很可能遇到麻烦了 咱们先说这个问题 在入侵乌克兰的俄军部队当中 俄罗斯的雇佣军马格纳集团是主要的力量 是进攻顿涅茨克和巴赫姆特镇先头部队 而瓦格纳领导人叶弗根尼·普里格任 现在跟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普里格任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之间 一直都有矛盾 据新闻周刊报道 早前瓦格纳攻占顿涅茨克小镇的时候 绍伊古认为这是他的功劳 这使得普里格任相当的愤怒 普里格任在Telegram频道上愤怒的写道 绍伊古一直试图从瓦格纳共用军那里窃取胜利 贬低瓦格纳的功劳 据报道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普里格任曾经多次批评他们的高级指挥官不称职 前天他还曾指责绍伊古和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犯下了叛国罪 路透社报道表示 普里格任21号在Telegram频道上发布了个人的语音留言 他说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故意下令 不给瓦格纳弹药 也不提供空运协助 普里格任提到的参谋总长就是格拉西莫夫 他是在指责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在刻意造成瓦格纳武器短缺 使得在巴赫姆特镇一带的作战当中 瓦格纳部队阵亡人数猛增 普里格任毫不讳言 他提高一量愤怒的指责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试图摧毁瓦格纳集团 这种行为无异于叛国罪 乌克兰知名政治分析家杰森杰斯马特 在基辅邮报撰文表示 普里格任部队对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指责 实际是在间接的对普京表达不满 这意味着他和普京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 斯马特认为 鉴于他和普京的紧张关系 普里格任可能认为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变化 正是自己登上最高职位的机会 斯马特对新闻周刊电话中表示 普京认为他已经掌握了一切 但历史上每个曾经的独裁者都会这么认为 这么做 直到他滑倒的那一刻 很难预测那一刻何时到来 斯马特表示 历史表明 有时领导人倒台并不是因为 他们在公民眼中做了错事 而仅仅是因为年轻的狮子 想篡夺老狮子王位 斯马特认为 普里格任如果想推翻普京上位 那么他首先要解决掉 任何反对他追求权利的前代对手 同时从乌克兰撤军 并掌握俄罗斯的核武器 这将有助于争取到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至于普京 斯马特对新闻周刊说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事情 超过95%的确定性 这场战争最有可能结束的方式是 普京被替换 或者他死了 被杀了 消失了 常言道 明枪易朵 暗箭难防 内部的这些麻烦对普京而言 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一种隐忧 可能不比战场上遭遇挫折差 但是这对中共来说 却是一个为难的抉择了 究竟要不要继续力挺普京呢 继续力挺普京的话 就得军事援助俄罗斯 当然中共一直都在这么做着 经济上援助 军事上在悄悄的进行 那如果不挺普京的话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 可能很快就要溃败了 从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关系来说呢 习近平可能不愿意普京倒台 从中俄合作无上限这一点来说 中共一定会军援俄罗斯 当然中共不承认美国的指控 但是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中共正在权衡是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援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是不是将这份情报公布出来 美国和欧洲的官员表示 最近几周西方国家注意到 有情报显示 在对俄武器供应方面 中共政府可能放弃了之前的自我克制 不过似乎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文章引述这些官员表示 此前中共一向非常谨慎 对俄支持仅限于是经济上的援助和石油采购 但最新的情报评估显示 中方的这一立场现在似乎正在发生改变 中共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 美欧官员表示 这种杀伤性武器明显有别于以往 在过去一年当中 中共公司提供的仅仅是普通的军民两用物品 一位高官说 西方掌握的这些情报 大大降低了此前的不确定性 官员们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着手将最新的情报解密 便于对外发布 但是否公开披露或者是披露的时间 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关于美国和西方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确切情报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得知 但是对于美国的情报搜集能力 我们是不用怀疑的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军事集结的时候 美国就公布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军事计划 俄罗斯与伊朗的武器贸易 以及相关议题的解密情报 当时公布的数量之大是从来没有过的 后来都被一一的证实了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情报搜集能力相当强大 这次关于中共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的 杀伤性武器的最新指控 最早发出的是国务卿布林肯 他是在和王毅的慕尼黑会晤之后就发出了公开警告 指出中共正在认真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 有知情人向《华尔街之报》透露 布林肯与王毅会晤的气氛紧张 中共的间谍气球被击落事件给这次会面蒙上了阴影 而在布林肯发出公开警告之前 西方国家曾经私下向中共呼吁 希望能阻止中共开始提供武器 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华尔街日报》指中 乌克兰战场上大量使用的武器 包括远程火炮系统 精确多管火箭炮 反坦克和地对地导弹 以及小型战术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等等 在这些武器的生产方面 中共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不过刚才提到的这些战场上 都是已经看到的 而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 现在的重视程度来看 中共将要援助俄罗斯的杀伤性武器 可能比这些更致命威胁更大 就在我们准备要结稿的时候 我们突然看到了一条 德国明镜周刊爆出的一份独家消息 俄国军方与中共无人机制造商 西安冰果智能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将要进行谈判 这家公司将要为俄国生产 大规模的神风无人机 据报道 冰果公司已经同意生产和测试 100架ZT-180无人机原型机 并在4月前交给俄国国防部 报道援引军事专家指出 每架ZT-180可以携带35至50公斤的弹头 军事专家表示 这种无人机的设计 类似于伊朗的沙西德136无人机 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当中 俄罗斯已经使用了几百架 这种沙西德136无人机 受害者往往是平民 俄罗斯人的目标就是居民楼发电站和地区的供暖厂 报道还说 在进一步的谈判中 冰果公司计划向俄罗斯交付部件和技术 以便在俄罗斯建厂生产 网络公开资料显示 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是在2017年成立的一家公司 注册资本是5000万人民币 在公司的简介中显示 这家公司汇集了来自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航天院所的优质技术资源 研发生产多种无人机产品 我没有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上查到 ZT180这款无人机 但是在这家公司推荐的产品当中 有着不少相同或者是类似的产品 比如BG30固定翼无人机 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是45公斤 使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发动机 GPS定位精准到厘米级 配有30倍的光学变焦 高清录像 可以使用红外热像仪进行 夜间成像和测温功能 还可以远距离实时回传 高清图像等等 这家公司类似的产品有不少 还有BGV45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也是最大载重量45公斤 甚至还有一款BGJX300无人机系统 这是一款中空长航时无人机 可以连续飞行10小时以上 这款大型无人机 它的活动半径是800公里 最大的载重量达到80公斤 飞行高度可以达到7公里 飞行的时速是每小时220公里 对于明镜周刊报道的这个消息 我没有办法去证实 但是我们相信 这家德国的老牌媒体 信誉度还是有的 假如冰果公司把部件和相关的技术 交给俄罗斯 那就是毫无疑问的助纣为虐了 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当然无法预知 但是可以想得到 一定会在乌克兰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不知道明镜周刊曝光的 中共援助俄罗斯武器 与美国掌握的情报 是不是相吻合 也不知道美国最终会不会解密情报 来曝光中共的罪恶行动 更不知道北京会不会被曝光了 罪恶行动之后 有所收敛停止罪恶行动 如果中共旨意向俄罗斯 援助这种杀伤性的武器 相信美国和北约应该会有所应对措施 甚至联合国也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 其实身在墙内的大陆民众 也是反对中共亲近俄罗斯的 只是大陆的民众很少有自由发声的渠道 他们的声音是一直被打压的 昨天 网易和普京在会见当中说 中俄关系稳如泰山 网易代表中共的这个说法 其实是将整个国家都绑在了俄罗斯的这家战车上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得人心的 国内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 都在表达着与官方完全相反的立场 报道表示 有网络作者为乌克兰募捐 一个小时就筹集到了十万多人民币 如果不是遭到中共官方的压制的话 这种民间自发援助乌克兰的筹款行动 一定会筹集到更多 一位网民阿尔大爷的推友表示 与中共官方的立场相反 中国大陆的民众 有大量的人 包括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 都在用行动进行表达着 对习近平当局亲俄立场的不满 他在推文中透露 自从俄罗斯发动亲屋战争之后 他就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写文章 直到去年7月所有账号都被封 他一共写了70多篇力挺乌克兰的文章 去年3月25号 他在文章当中说 今天打赏的金额 我会全部作为你们的心意 捐给乌克兰 就因为这一句话 短短一个小时就收到 1500人打赏的10万7千元人民币 都委托他转交给乌克兰 但一个小时之后 文章就被删除了 通过这件事 这位推友认为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 根本不认同官方品额的立场 这说明民众心里是能明辨是非的 旅居美国的前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徐维新表示 即便是三岁小孩也能看得出俄罗斯入侵 勃克兰就是不对 在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 基本上都是支持乌克兰的 徐维新对自由加州说 只要是受过比较好教育的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乌克兰的 就他本人而言 从俄乌战争开始到现在 他一共创作了362幅画 用这样的方式声援乌克兰军民 其实就我所接触的 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 也是绝大多数都爱好和平 我相信不仅中国的民众是这样 整个世界的主流 我认为应该都是这样 其中也包括乌克兰的民众 和俄罗斯的民众 在明天俄乌战争一周年纪念日之际 我要做一点特别的节目 也算是新闻看点 做一点纪念吧 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们接下来要把目光转向国内了 要说说大陆的疫情情况 我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 做好个人防护 紧防病毒入侵 同时也要做好 重启动态清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上的相关准备 今天中共国务院联防联共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被网友讥讽为是无良组合之一的 中共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 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了 他声称中国建立了比较好的人群免疫屏障 两万年称从疫情本身的特点看 可以说本轮疫情已经基本结束 但不能说它是完全结束 现在还处在零星的局部性的散发状态 对于无良组合我们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有网友就在回怼它 网友表示说之前曾经有中共卫健委专家批评别的国家搞群体免疫 但如今两万年的总结显示 我们最终采取了群体免疫 才使本轮国内疫情基本结束 网友提到的之前曾有中共卫健委专家指的就是 两万年 他曾经多次批评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 声称让人民群众遭受了更大的疾病危害 当然了他这种所谓的专家都是中共的吹骨手 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专家 所以网友根本不信这种专家的话 也有网友跟帖的质问 说用基本结束这种说法到底结束没结束 根本就是薛定谔的结束 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 薛定谔是早年奥地利的物理学家 他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薛定谔的猫 把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雷和氢化物的密闭容器 雷的衰变是存在几率的 如果衰变会触发机关 打碎氢化物的瓶子 猫就会死掉 如果雷没有衰变 猫就会存活 但是根据量子力学理论 雷是处于衰变与煤衰变这么两种状态的叠加状态 理论上说猫就是处在一种死猫和活猫的叠加状态 但究竟猫是死是活 你得打开容器才能知道 其实呢 他的这个薛定谔的猫啊 用一句话解释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对两万年说薛定谔的结束 就是说这个疫情结束没结束 没办法确定 或者说就是根本没确定 另一位网友则认为 两万年宣布本轮疫情结束 这意味着下一轮要开始了 对于两万年的这些说法 网友们有不同的解读 但不管怎么解读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相信专家说的 昨天北京市教委发出一份通知 表示近期有学校托育机构 出现集中发热的情况 卫健疾控部门证实是感染 假型流感病毒引发的 呼吁学生家长不要过于担心 另外上海青浦区义夫小学三六班 19号发出一个告学生家长书 表示呢 从20号到23号停课四天 也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 原因是呢 在班内多名学生发热 其中四人已经确诊 通知说是学生感染的流感 不是中共病毒 大纪元记者陆续采访了 山西和安徽的民众 他们也都反映 当地学校正在爆发疫情 只是对病毒的说法并不一样 山西一位匿名家长介绍说 他的孩子呢 在一所双语初中驻校 已经查出了新冠抗原阳性 这位家长说 这次还有别的同学也一起阳了 都是之前没有阳过的 几乎全军覆没 学校已经停课了 安徽随西县城北菜市场的刘女士介绍 当地学校爆发了两种传染病毒 甲硫和懦乳 刘女士说 好多儿童都在发烧 我家的孩子现在也在发烧 真难啊 症状都不一样 刘女士介绍呢 说有的孩子会呕吐 就是感染了懦乳病毒 有的是反复发烧 那就是感染了甲硫 但要去医院咽血才能知道 有网友昨天晒出视频显示 河北石家庄和吉林长春的医院 都是人满为患 石家庄某医院里面 就像是菜市场人头攒动 很多人在输液 也有很多人在排队 长春某医院的候诊大厅也差不多 不少人是坐在椅子上扎掉瓶 其中还不罚小孩子 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 昨天推转了一段视频 一位年轻人对着镜头 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 大家先来听一下 第一次听说因为甲硫停课的 上海 宁波 天宁 都有因为甲硫停课了 我们这有几个同事的孩子 上一幼儿园 平时一个班都二十多个孩子 这几天就少了一半 我们当地大学25号也陆续都返校了 目前他们还是暂时封闭管理 说到天津 有网友上传一段自拍视频 显示天津市武清区 与河北省湘河市的交界处 又被人用铁皮封死了道路 一块牌子上写着是 五七村安全检查点 接着是2023年2月20号 又缝上了 也这把傻事 反正是又缝上了 这也缝上了 从各地反馈的情况看 似乎都出现了疫情爆发的状况 只不过病毒似乎并不单一 而是多种病毒在同时传播 从学生的家长口中 我们听到的是有甲硫 诺卢和中共病毒 但是从各地停课 风效风露等等这些紧张做法来看 恐怕并不这么简单 今天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还通报说 从1月8号实施新冠病毒感染 以类疑管以来 已经检测发现7例 XBB.1.5输入病例 根据美国CDC网站数据 XBB.1.5在美国的流行株中 以传染率强势排在第一位 不过从目前的数据看 这种病毒与奥美克隆的症状很相似 没发现致病例有所增加 尽管致病例不是很严重 大家也应该多注意一些 不过我觉得大家更应该注意的是 当局这次没有通报到的 地狱犬BQ.1.1 这种传染力更强 而且重症率和致死率都很高的病毒 在18号的通报当中曾经有提及 关于地狱犬的情况 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节目 我这里就不太赘述了 其实不管哪种病毒 从当局种种反应来看 不免让人担心 会不会再来一次动态清零呢 前天 大纪元记者采访上海市地铁站的一位工作人员 梁女士 她表示上海市地铁防疫又要升级了 梁女士披露上海地铁站已经发了内部文件 阳性乘客处理操作流程 其中特别告知 如果疫情控不住 三月份可能会重新执行动态清零 从文件的截图中看 上海地铁站对涉疫人员的处置办法很详细 车站人员要按照二级防护要求 规范穿着防护用品 并要求近站乘客出示健康码 如果发现核酸阳性黄码红码 先将涉疫人员带到就近的临时隔离点 给他们穿上防护服做好信息登记 然后电话联系疾控中心 车站警察和公司生产调度等 同时要给涉疫人员测温做抗原 如果抗原阳性 可通知行调要求跳停 并且临时关闭出租口等 等待涉疫人员转运隔离之后 立即对涉疫场所全面消毒等等 相信大家对这些内容并不陌生 这就是中共在去年12月7号以前 一直在执行的动态清零政策的部分相关要求 这些要求再次自上而下传达 意味着什么那已经就不言自明了 也许中共不像之前那么样的高喊 动态清零是总方针这种口号 但是做法很可能一样的严格执行 梁女士表示 不排除中共再次启动动态清零的可能 朝令夕改中共的一贯作风 或许中共怕死亡人数比第一波更多 又一夜回到动态清零的模式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大部分内容 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 都会同步播出 大家也可以到干净世界那边 每天都去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帮助我们尽快的成长 我们以后会慢慢的把重心放到干净世界这个平台上 这句话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其他的平台对我们有打压 使我们不能自由的表达 另外大家听着可能也不够过瘾 所以啊 以后我们就会把干净世界作为我们的首选平台 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言论自由 我们可以想说自己想说的话 因此呢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不要让咱们之间失去联系 如果您是第一次登陆干净世界呢 那么使用您的邮箱啊 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您的邮箱不一定非得是Google邮箱 任何一个邮箱都可以注册账号 这是隐私法所要求的 但是呢 您请放心 个人信息不会被泄露 是有安全保障的 注册以后 您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给我们点赞和留言 那最后 仍然是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推特 at沐阳909 链接每天都放在视频下方 文字稿当中也会有 请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